我以前以為日本女生都是 服務女 什麼是服務女 你們知道是服務女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你到底什麼 我們腳本有寫字假裝不知道 我沒有得理 日本有一種東莽是BL boys love 就是男男戀愛 然後這個都是女生畫的 然後都是給女生看 然後我在巴西中小也喜歡看日滿 然後我的女生朋友們 只要是喜歡日滿 一定會看BL 就是這種卡通 然後他們就會不同分享 我喜歡這個 沒興趣 然後我到台灣來的時候 發現台灣女生喜歡卡通的 也都會喜歡看BL 然後我想到 巴西喜歡卡通的女生都是服務女 然後台灣喜歡的卡通的女生都是服務女 那日本女生應該都是 因為都是日本人在畫的東西 那結果發現 在日本 婦女這個東西是一個 超級無敵丟臉的東西 所以他們就是 你找不到這樣的人 因為他們都會陰藏 所以說愛看漫畫 所以是說 本來我以為就是喜歡這種卡通的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 只要是愛看漫畫的 或者看動漫的 也是會有一點被 被歧視 中國幫我輸 可是日本這方面做得很厲害 我覺得日本漫畫不是很 而且那場面都做得超大的 是 是這樣子嗎 日本女生愛看漫畫是一件 我都愛看卡通跟漫畫 不會丟臉 真的喔 你沒看過 那你都看什麼 炸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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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沒吃人炸雞 我吃人炸雞 可以看啦 但是我想跟大家再稍微說 你如果剛聽到 婦女的時候 你可能負面的評價會比較高 也有人會把 婦女跟宅男放在一起 那為什麼會有婦女這件事 其實日文叫做 婦女子 所以它是日文這樣過來的 那為什麼會有婦女的原因 是因為日本他們是一個 男尊女卑 大男人主義 父權專制的一個社會的一個體態 那其實會有BL這種所謂的雜誌 或是所謂的連載漫畫 其實都是女孩子 他們站在女生的立場 觀點想法 去做出來這些所謂的一些文章 漫畫等等的 那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目的 是因為它要藉由這個漫畫或雜誌 來反奉日本現在的這個社會 那因為BL都是男男嘛 所以男男就是所謂的同性的部分 所以它要藉由這個部分 來告訴日本這個地方 有兩個很重要的訊息 一 因為男男的關係 所以沒有男女之分 都是平等的 所以講到愛情就是所謂的 不管是男女的感情 同性的感情 或是跨性的感情 它應該都是受被 應該都是被尊重著 再來在職場上 不應該有所謂的男女的區別 所以婦女它真的是一個 很少的族群 甚至像卡斯講的就是說 它真的是要隱藏起來 因為它是會被批判的 對 所以當你不懂 就是當你不了解 婦女它存在的意義的時候 很多人就會覺得 你就是反同 你就是很特立獨行的人 你就是要被排斥的 但是婦女它存在 是它有它的一個 很有意義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要有加說 因為那日本是漫畫大國 那所以啊 很多種類的漫畫 那少女漫畫 青年漫畫 宅男喜歡的漫畫都有 所以自己有興趣的內容 那種類不一樣的話 那聊不來 話題 對對對 所以你有看過BL的漫畫嗎 也有看過 也有看過 你們比較傻 沒有 沒有 他們也不用怕接受 我剛剛跟他們聊天有點嚇到 他們都在看漫畫 因為我剛剛講那個故事 是因為我以前很久以前 然後我去東京第一次跟她見面 然後我們去看一個宮崎君的帳 然後因為宮崎君是大家都知道 我以為她會喜歡東盟 可是她都不跟我說 她好像就喜歡宮崎君而已 然後都沒有聊聊 然後因為她很喜歡台灣 然後後來她來台灣 我們聊聊很久 我實在發現 她不知是很喜歡東盟 她以前還當過一個很厲害的 就不敢講 不敢講 可是你如果聊聊聊他們會講 香港跟IQO說 她就很IQO那個閨蜜之靈 真的 對